請 劉建國委員發言 甜蜜的負擔 如果是甜蜜的負擔今天就不用有勞招委再排一個專案報告 已經小兒科的意思已經流失到這種程度 然後剛才聽到林副署長 坦白講林副署長應該是語重心長才會提到說未來的規劃 那為什麼叫我未來的規劃就代表現在沒有在做 才有未來的規劃 這有時候我在底下聽起來 心情很壞 心情很壞就對了 我想是這樣 我先要就在幾個問題之前 我先提供一個數據 那可能健保局還是會提到說 那個基礎是不一樣的 我們每次都這樣說 平常我們要比較白的國家 我們就跟他們說沒有啦 那跟我們的生活是不一樣的 對嗎呢 不可以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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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們幫我們加 日本齁 日本的國家是在2005年的時候 2005年的時候他就編了一筆預算 是10年級 他提出叫做兒童健康與發展之醫療照護促進10年計畫 由國家編列公務預算喔 那公務預算裡面他 他們國會是全 全數支持的 一年將近有18億的美金了 等於是540億元的台幣 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有什麼價位可以跟這個比 沒關係你要跟我們試算基礎不一樣 整個環境不一樣 整個人數不一樣 都沒關係 不然針對像 他這樣的一個項目裡面 我們台灣 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讓我們這樣的計畫 預算規模達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請副處長可以簡單講一下 這個日本那個計畫 應當是一個全國性 跨部會的人口政策啦 包括這個兒童一起的 那如果我們處理相關的管的就是這個兒童醫療的部分 那兒童醫療的部分 一個就是兒科醫師的人力 那人力目前我們已經是把這個兒童 這個醫療專科住院醫師的人力已經縮緊 所以給這個兒科醫師可能就會很快會起來 那第二個就是急重症的補助 那剛才提到我們急重症我們是希望放在兒童醫院裡面 所以我們兒童醫院的這個設置標準也就會放寬 那全國大概有6兆8家的這種兒童醫院 那第三個這個給付的問題 其實這張錶看起來是有相當高的加成啦 對兒科醫師來講 那不過我也比較擔心是不是真正有落實到兒科醫師的身上 這個這個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再討論一下 所以我想從兒科 互助就是就是沒有落實今天才要檢討 應該是這麼想比較快 我想再問我們在討論這事情 我們就直接了當地講出來 我想這樣的檢討才會有改善跟進步的空間 我要再釐清一點就是說剛才那個王祖科 他提供一個數據 就是說針對兒科的匯動脈擴張數 他平均是要兩個鐘頭又四十分鐘 那健保幾乎的點數是25560 那成冷的部分是 冠狀動脈的成型數是一個半小時 他幾乎的點數是四萬四千點 那你講說 你剛才我是有聽到你有一個答詢是說 這個成冷的成本是高過於小藥科的這個成本 太多太多 是這樣 這個是健保局 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 好像說有什麼他們儀器比較貴是不是 謝謝委員 跟委員報告 這個會動脈辦的這個手術是兩萬四千兩百七十點 但是我們有一個兒童年齡三個不同層級的加成 你在六個月之前可以加六成 到兩歲之前加三成 在六歲之前可以加兩成 所以這個因為我們不曉得是依這個年齡 什麼樣的情況來加成 所以說一六成來加的話 這個兩個手術只有差五千塊 這第一點報告 第二點就是 這個小孩子的這個 會動脈辦氣球擴張室的時候 在材料會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乘以1.53的一個給付 所以兩樣的手術其實是差不了多少費用 是不是請王主柯來做一個做一個 這個說明協助說明一下 來王醫師請 這樣落鈔就很到了 幫忙委員 這個最主要是我們在統計 那個是兩萬多點肺動脈成型書 最主要是那個我們統計工時 然後那個是技術費 下面的那一欄是技術費 其他材料我們都不管 剛剛那個副局長講的那個材料我們都不管 就純粹跟醫師的收入有關的技術費 是這個數字 那右側的那個也是技術費 就是那個數字 黃主柯我是簡單就叫了就是說 剛才護局長所講的 這部還有做加成的部分 那在材料部分 他們還可以讓你有到1.53的 這樣的一個計價方式 幾乎方式 他講這樣是對嗎 材料部分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只是在兒科的那個技術費 這部分 技術費是有加成沒有錯 但是整個平均下來 即使說加到六成 但是真的 真的加起來沒有那麼多 事實上 就是說 尤其像那個新生兒 新生兒那個花的時間很久 很長 副局長講說到六成嗎 你說加起來沒有這麼多 那到底是加這個幾成 可是就是說時間上會變得更長 你看我們最長有五個小時的 對 那加成如果說加成加個六成 這個大概不太夠 那我所了解的日本人 他們加成都是兩倍 就是加一倍 如果說以這個 目前的加成是不痛不癢 事實上沒有辦法 來Cover我們的那個工時 所以這對醫生的 那個來說 就是說獎勵 或是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符不符合成本 讓我們這方面都覺得蠻失望的 好 謝謝 王子哥請回 護舟你有應該有聽到嗎 剛才王子哥這麼講 那這部分你們的認知 跟你們處理方式 是不是有可能 有檢討改善的一個空間 跟委員報告 剛剛王醫師講說 這個加成是不痛不癢 可是在健保級來講已經是 我們已經是 是已經有痛有癢了 而且是很痛 很痛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多餘的精衛來做處理 還有這個有一點稍微報告一下 就是說 小孩子做這個灰動脈半氣球的擴張素 這個是完全要依賴這個醫師 非常高明的一個技術 他的經驗 才有辦法來做的 那相對極這個 金皮冠狀動脈擴張素 這個 因為他牽涉到一個儀器的問題 那這個儀器有非常昂貴 所以這兩個來比較 基礎老實講 是不是很恰當 來 不好意思 王醫師請 這個 因為 那個儀器是一樣的 心導管事 那人員也是一樣的 只是 躺在床上是一個 三個月 或是 一天的小孩子 那 醫生 不一樣 內科 心臟內科醫師 跟小兒心臟科醫師 所以 這個團隊西部師 一樣 除了醫生跟病人不一樣以外 那 執行的場所 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 那我為什麼講這 因為我曾經 有一天 從早上做到 晚上 差不多做六個小朋友 這也是紀錄 很多 因為花很長時間 那中間 我們去吃飯 都是心臟外科 不是 就是心導管 心導管 就是來執行這個心導管 結果 中間吃了 我們去吃飯 吃飯時間 然後 內科插一台 就緊急心導管 結果那個技術員跟我講 你今天早上做了三台多 三台的給付 不如他做一個緊急心導管的給付 他利用吃飯時間一個小時就做完了 那我們從早上八點做到十二點多去吃飯 做了三台 因為小孩子很小 你要花更多的時間 而且給付三台加起來不如一個 我為什麼要用這麼長的時間來檢討這一個點 我想說今天兒科的醫師 在認定健保局對他給付過程裡面 有所謂的 沒有沒有一個公平的一個機制 沒有一個實際上了解到他們 在整個在治療過程裡面 就人不一樣 其他的通通是一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那今天是不是因為這樣一個點 去造成更多的小兒科醫師 他不願繼續留在這個崗位上 他請願去選擇選擇皮膚科啦 選擇什麼科 但是真正的需求 兒科內科小兒科 是所有民眾最期待的 可以讓這些醫師 有更完整的一個照顧的環境 還有健保給付的過程裡面 應該有更公平的正義的一個處理方式 但是今天顯然不是這樣 所以就就單純這一個 兒科的肺動脈擴張術 就健保局的認知跟王主科的認知上 感受上 執行上 就差很多啊 這個問題如果這個點就不解決 你說今天我們討論這麼久 我看會實屬無效啦 那大家在講的一些數據 一個小兒科叫過多少醫生 衛生署說一千三百多個 然後兒科醫學院提供的是一千八百多個 不管啦 我還有一個數據 一個單單一個加益線 將近要照顧到四千多個小朋友 那我們運營線更糟糕 現在過期上 台大還在我們運營 雲林還有兩個 一個抖六分院 還有一個護衛分院 但是我們的小朋友 基本上 還是被照顧得不好啊 不過完善啊 醫生也是要再缺錢啊 要怎麼辦 重視今天 衛生署副處長在這邊 健保局的副處長在這邊 你可以跟我們講 要怎麼樣 怎麼辦 多久的時間可以來做這樣改善 那長期下來 就一直沒有改善 今天 田招偉才必須排這個專案報告嘛 那從這個點來討論起 就已經落差這麼大了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講一個具體 的一個處理方式 你們 這個我們年底就會做出這個 RV RVS這個幾副的 那這個幾副就會跟各醫學會來討論 所以 依他的這個公使啊 這些相關的 都會一起來討論 這年底之前有六百多項會做出來 那個副處長 我剛才提到日本那個案例 其實坦白講 我們的少子化 我們的兒童照護 那日本他好像 好像就是一個整體的一個計畫 一個上位計畫嘛 那今天如果 輸 他當然要去搞到一個上位計畫 會有困難度嘛 不過 小朋友問題 少子化問題 原本就是總統 馬總統所講的 他是一個國安問題 那今天 要把小孩 讓你照我環境這麼賣 我們的兒童醫學中心 到現在 他沒有看到 他經營之後 什麼人家小孩 沒有人家小孩 說這個成立體 絕對不是只有署來做處理 但是我希望說副處長 今天站在衛生署的角度 應該去跟馬總統講 你如果要照顧小孩 應該剩下日本人來做啊 有一個整體的計畫啊 也不要讓健保教說 他已經很辛苦 他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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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兒科醫師 就是說 你對我小兒科 將近26%的 26.7%的 人口數的 戰所佔比例的兒童 我們的健保會只佔了12.5% 沒有錢 這對這些小孩 還沒有公平啊 你對這些小孩 照顧不公平 你對小兒科醫師相對的一樣 他在職業過程裡面 還是會不公平啊 啊做公平 就一直扭曲到一直到現在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態嘛 啊對 我剛才提到說 我聽到說 未來的那個兒童醫學中心 又放在台北 我覺得這也很 很趣 我們目前兒童醫院的規劃 我們大概全國大概有六到八家 所以南部也會 在桃竹苗中部 還有這個南區 台南 還有高雄 東部也都有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對 我知道你的規劃是這樣 我真的 我真的期待你的規劃 可以盡早完成嘛 那你是不是可以 可以跟我們委員會回答一下 六到八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完成 正式開業了 這個如果要快也是很快 因為現在齁 有四家已經是有基礎的 就是他有兒童醫療大樓 他的科別都有已經基礎 現在就等我們的評鑑基準 先跟他放寬 放寬之後 然後鼓勵他來申請 整頂油門如果跟他評鑑成 成為醫學中心以後 他就可以開始營運了 完全沒有的 可以不可以優先來處理 完全沒有的 就啊 我們就要去處理 那個區域完全沒有的 是不是可以優先來處理 可以啊 但是有人要來提出他的申請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台大來提出 就像雲林那個地方啊 好不好 一定 真的很很很期待了 因為我想不是只有雲林 不是說雲林 我今天站在雲林的角度 剛剛好是因為台大 有兩個封印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到現在 副所長講的 有規劃六到八個區塊 要來做這樣處理嘛 那是已經沒有 是原本沒有的 就應該 立入在 他你整個要推動計畫裡面 而且副所長講說 要處理快 也很快就對了 如果要快就要有便宜來配合嘛 便宜來配合 便宜來配合 速度要更快嘛 所以我想台大 如果現在院長已經講這樣了 應該台大來提出這樣的需求 雲林可能 今年年底就可以 甚至不用今年年底就可以 來做這樣的事情 來做這樣的處理嘛 應該是可以吧 今年 今年 因為 那個評鑑基準還沒有放關 大概明年 以後啦 明年 沒沒沒 我時間到了 副所長 可以更快嗎 但你說要處理要快就很快 那檔案 怎麼可以更快呢 這個如果台大雲林要快的話 事實上先把這個兒科把它壯大起來 把兒童外科把它壯大起來 這是第一步 然後再來申請這個醫院評鑑成為 兒童醫院成為這個醫學中心 這樣 好 謝謝了 謝謝